小伙意外发现金属圆盘 没想到竟然是外星人留下的机甲 穿上后战力暴涨一万点 今天新鲜给大家带来 曼杆科幻片《强制装甲》 传说在远古时期 外星人曾经造访地球 他们发明了可以将人兽化的技术 还留下了一件超级机甲 后来兽化技术和机甲都落到了 克诺斯集团手中 博士是克诺斯集团的一名研究员 由于担心大魔王会利用机甲作恶 博士将机甲偷了出来 很快大魔王手下就追了上来 博士将装有机甲的箱子放在路边 然后带着个假箱子开始跑路 还没跑多远就被大魔王手下抓到 这时博士却突然变异 变成一个人欲兽的样子 光头大哥见到博士变身 也变身受人心态 几招送博士领了盒饭 之后光头大哥将假箱子带回集团 大魔王发现里面装的不是机甲 大发雷挺 差点用精神力秒杀光头大哥 光头大哥连连求饶 大魔王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找回机甲 那一边博士的女儿小美 从警方那里得知了父亲的死讯 他跟随警方前往父亲遇害现场 一直暗恋小美的小帅也从后头跟了上来 就在凶暗现场附近 小帅发现了博士留下来的机甲 此时的机甲还是一个圆盘状的东西 小帅不知道这个圆盘是啥黑科技 只好把圆盘装进了背包 回家路上小帅遇到一伙混子 他和混子发生冲突 被混子们围殴了一顿 就在混子殴打他的时候 背包中的圆盘跌了出来 还粘到了他的脸上 没想到这下却启动了机甲 很快小帅全身都被机甲覆盖 冲了一个机甲战士 机甲附体的小帅瞬间战斗力暴涨 混子们被打得毫无宽兽之力 另一边光头大哥来到博士遇害现场 然而啥也没有找到 这哥怎么向大魔王交代呢 于是光头大哥开始甩锅 他告诉大魔王 博士女儿小美去过凶暗现场 机甲的失踪肯定跟他有关 大魔王只好命令光头大哥去把小美抓回来 光头大哥带着一票小弟去抓捕小美 恰好这时警长和小帅干了过来 他们救下小美赶紧逃命 光头大哥在后头紧追不舍 一直追到了一座工厂里头 最后小美还是被兽人抓了过去 眼见小美被抓 小帅瞬间怒气直满点 隐藏在身体里的机甲被召唤出来 小帅同兽人们大战三百回合 最后却被带头大哥抓住头部弱点 头上宝珠被拆除 小帅和机甲划为一滩浓水 小美被带回克诺斯集团 等她醒来的时候 发现大魔王正在身旁 大魔王带着小美参观了克诺斯的实验室 那里全是实验舱 里面都是克诺斯集团 运用外星人留下的兽化技术 培养出来的兽人 接着大魔王又将小美带到一个实验舱前面 里面躺着的正是被光头大哥夺走的机甲宝珠 研究人员发现这颗宝珠 似乎是一个有机组织 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在另一间实验舱中警长也正在被改造 无数的小美假装要告诉大魔王 关于机甲的秘密 然后偷袭了他 紧接着小美砸破实验舱 将宝珠取了出来 兽人脚地上去抢夺宝珠 却将宝珠弄到了一个兽人口中 这时吞下宝珠的兽人开始抽搐 一把利刃从胸膛中伸出 小帅和机甲居然又重新生长了出来 重生的小帅战斗力更强 这一回光头大哥不再是他的对手 小帅一笔之道环石笔身 撕裂了光头大哥的额头 送他领了合法 小美带着小帅和警长找寻出路 这时警长却开始全身抽搐 原来是人体改造开始生效了 只见警长身体中不断地长出新的部分 最后变成了一个甲壳虫 不过警长的良知人为泯灭 就这样在抽搐中死去 这时大魔王也登场了 他劫持了小美 想让小帅把机甲给他 然而机甲早就和小帅和为一体 根本无法脱下 大魔王只好亲自动手 打算干掉小帅 只见他变成一只牛魔王的样子 体型无比巨大 小帅利用自己的灵活性 爬到大魔王头顶 却被大魔王给甩了下来 就在头上的宝珠 要被大魔王夺去的时候 机甲却射出一道热力光波 将大魔王炸了个尸骨无存 这才像是外星战甲 应有的战力嘛 打败大魔王后 小帅收起机甲 变回了帅小伙的模样 他与小美神情的稳在一起 下面有点羞涩 赶忙给小帅找来衣服穿上 毕竟机甲下面可没有衣服呢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新兽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